我觉得虾的做法千千万 对象做的最难忘 剁好的虾容加入秋葵籽 淀粉 黑胡椒 抓拌均匀 长一点淀粉 中间的虾滑就没那么容易脱落了 一勺生抽 一勺番茄酱 一勺淀粉 半碗清水搅拌均匀 有虾滑的内面向下先牵 等到虾滑变色了再淋上料汁 糖和水的比例是2比1熬成焦糖色 倒入模具里薄薄的铺一层 这里要注意牛奶的温度不要太高 80度左右 要不然鸡蛋就变成淡花了 铺成保鲜膜 戳几个洞防止水滴进去 蒸好之后要冷藏一火 可以大大增加你脱膜成功的几率 他对今天这两道菜的评价超高 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那又做了野菜给大家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黄金凤尾虾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食物是最好的情书 我会甜言蜜语的 就多多动手吧 腌制的调料很简单 都在屏幕上 相信你家都有 抓匀腌制10分钟 炸虾好不好吃 炸意很重要 按顺序果沙面粉 鸡蛋液面包糠 油温6成热 炸个3分钟就可以出锅啦 外表酥脆 内里Q弹的黄青凤尾虾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最怀念学生时代的零食是什么 我的是那脆脆的口感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干脆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瀝干水分后加入屏幕上这些调料 会更加的还原小时候的味道 把拌好的面条放到油纸上 放进烤箱190度30分钟 童年的回忆上课的时候偷吃过的干脆面 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试试看 刚刚腌好的萝卜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腌萝卜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屏幕上的配笔 是我去炸鸡店里面偷偷学来的 记得要做好笔记 幸福其实很简单 我腌萝卜 你吃的香 雪碧可以让酸味和甜味变得更柔和 搅拌一下就可以放进冰箱 冷藏入味了 开胃爽口简腻的韩式腌萝卜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像我一样的兔兔小宝贝注意喽 先将侧柏叶 放进清水里浸泡清洗干净 记得是这种扁平的 而不是那种带刺扎手的 无患子给下水清洗 这可是会起泡的关键 它要叫吸收果 接着测摆叶打底 倒入清洗好的无患子和摆好的照夹 还有和手屋 再撒一把三叶 清水刚刚好没过 开小火慢慢煮 煮上两个小时 等水量变少变得浑浊 先粗筛一遍过滤掉杂质 再细筛一遍 没有加蒸筹剂 所以看起来也不会很稠 最好用这种自带起泡的瓶子 几出来泡沫特别的绵密 味道是一个淡淡的药香 学会了让你体验发亮一把抓不住的快乐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听说睡个好觉比得上石片面膜 我觉得女朋友的睡眠 男朋友也要关心才对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睡眠人舟 没有男朋友的也会和你一起动手 把讨好的食材放进锅里 加入清水来块红糖 盖上盖子蒙一个小时 能让女朋友睡个好觉的睡眠人舟 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前几天做的藕粉 大家都很感兴趣 一直跟我说太难了 有没有简单一点 对胃又好的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苹果小米粥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 苹果小皮切冰 加入蛆和红枣 水的比例就按平时煮粥的来 大火煮开转小火50分钟 再下入枸杞红糖 一网下去喂暖洋洋的 小脸还红扑扑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有女朋友的别的可以不会 这个一定要会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元气汤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 红枣粘片桂圆红糖 大火煮开后下两个鸡蛋 记得枸杞要最后下 锅高的温度会破坏枸杞的营养成分 一开始有用的多的元气汤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还记得昨天做的猪皮椒吗 今天来教你们做个好东西 红枣剪碎去核 黑芝麻下锅炒熟 炒核桃的时候可以放点盐炒 这样的话不容易炒的菜糊 食材准备好啦 锅里先下入清水 把饼糖全部融化 拿出做好的猪皮椒 大概放开去一半的量 等到猪皮融化了再放入红糖 熬煮到像这样非常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放入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食材 光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猪皮椒温度已经变得很低了 所以要趁热翻到容器里 用各种方法把它压实压平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上各种辅料 我放的是若生果干玫瑰花 冷却凝固和脱模 从中间切开切成薄片 这样做出来的固圆糕口感真的很好 一点都不比而交叉 发会越搅越香 也可以向我家打包起来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吃一次 你永远不知道虾和口菇有多大 平时洗菜的水也很重要 好的水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变得更好 虾肉做成泥 腌制的配方在屏幕上咯 记得锁好笔记 搅拌均匀后填入口菇 烤箱180度20分钟 最近新入手了方泰母婴净水机 三根滤芯七重过滤 用的是不锈干全熔头 不仅用来洗水果更烦心 还可以直接饮用哦 青菊对半切开 其他的水果切丁 放进冰格里 倒入过滤出的清水 放进冰箱冷冻 因为方泰净水机破滤出来的自来水 去除了异味和有害物质 还降低了水的硬度 所以茶餐的口感和色泽就更好了 口菇好好了 撒上葱花 虾泥吸收了口菇的汁水 变得更鲜甜 好水好茶配好菜 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 丑咯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紫兰藕块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做藕吃的时候总是发黑 加点醋就不会了 我听说给爱的人吃藕是一起到老的意思 调料很简单 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截图保存哦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麻辣脆爽的紫兰藕块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快做碗汤 给他暖暖胃吧 所以那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裙带菜可以泡发十倍的 所以只少一点就够了 牛肉切丁裙带菜切断 锅里来上一点虾油炒熟牛肉 放入裙带菜继续翻炒 等到牛肉变色 搅入清水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 海带就很鲜美啦 富汗盖子还不会发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试试看 我新学的最具小零食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照烧锅吧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配料就在屏幕上了 有需要的记得截图保存 这个酱汁味道有点像照烧酱 把米饼煎到定型 就可以刷上酱料啦 下上芝麻包上海苔 香一香脆脆的照烧锅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不够吃我再去炒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炒泡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不会变凉水使面条更Q弹 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 爱会消失 对吗 我觉得不会 会消失的 那就不叫爱了 加入调料 绑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啦 肚子饿的时候 三五分钟就能做出来炒泡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